《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五節 未到黎明 怕再起來 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 將當作的功分排疲累 所以在這麽多年當中 我是否因此而氣餒呢 不是的 我不斷思想 為什麽會一樣的特復無論是醫治 有些人明明是我想醫治他為祈禱 想他超自然得醫治 但他就病死 有些人超自然得醫治 反而一個很愛主 很重要的領袖為祈禱 他都會一樣病死 但反而一個普通平凡人 他患到重病癌症後期 其實他都突然痊癒 還要是這個人痊癒後 信主回到教會 到最後死亡是個很平凡的老伯 他突然痊癒後 但問題反而最厲害的領袖 每個人都祈禱都不痊癒 很多人會在這件事當中 不敢思想 因為要怕干擾他的信心 有些人是屬性不順 有些人是在這個方向放棄 但我都會不斷去思索 為何 為何會一件 神明明在聖經應許的東西 他好像真的做一些 不做一些 但他做一些的 就證明一定有神 真是我們所相信的這個神 他所說的應許是真實的 絕對真實的 但問題是他不做和不說 有些人說 不放人 總之 不放過你了 為何每次去到這些事情 就是會這樣 為何這件事簡單來說 我們知道我們要求 求就必得著 但為何我 有時為某些東西討告 我會有時用很多種方法 納約去討告 例如金色 甚至我嘗試給奉獻 即是給大量的奉獻 就是希望神 你真是英雲這件事 這是我正入獄的這筆錢 有時是我一生的積蓄的一半 亦試過我一生所有的積蓄都給出去 我就是希望拿一個樣子 希望做這件事 但不見那樣英雲 我正在說這件事 但是當我經過很多年 去思前上後 我慢慢發現 我將他們全部串在一起 有些是關於醫治的 有些是關於恩賜運作的 有些是在恩賜運作當中 例如神秘的第一個momentum 有些是說不說的 在各方面 但當我串起來的時候 我才知道 我現在明白了 那個就是個歐 原來神用這些困境 這些問題 就算我多厲害的恩賜運作 他就是讓我落入某些困境 或者尷尬當中 但是那個歐 不能用超前解決 不可以的 為什麼 我正在說 神是要100%去訓練我們當中 佔了99%去訓練我們什麼 訓練我們什麼 訓練我們什麼 所以 在這麼多年當中 發覺神會將我推入 一些光景 基本上 外面的人看 我死定了 或是死定了 所以 有些人 甚至是我身邊 一些信任的領袖 都落井下石 明白嗎 當然 正 這些壞人 因為這樣踢走了 但問題相對 在過程當中 我慢慢會留意 這裡 沒有理由 神聽一點 不聽一點 沒有理由神去做一點 不做一點 但問題 當我慢慢去看 他原來是有跡可沉 但之前是完全 如果他個別看 你只研究一個神跡 你沒有辦法明白 有些人覺得 你真的一定要他 我還在說的是領袖 我還在說的是領袖 我還在說的是 很有用的 他真的是愛主 但原來神是要我和他 是用智慧去解決 因為 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是一定要 99%不是要我們不負責任 99%不是要我們 只是依賴神跡 99%不是說你到過人生當中 無風無浪就算 99%就是在你有風有浪有責任的情況下 你去運用智慧 如果當你能夠明白 我現在所說的事情的話 你就明白為何 在針言第31章第15節 第一 為何是針言 因為強調智慧 但既然強調智慧 在你人生當中 會勾起你 你開始在智慧當中盡心 從個人的智慧 變成群體的智慧 從1%的智慧 變成10%的智慧 變成99%的智慧 就是你生命當中 所肩負的必然責任 我所說的必然責任 那樣東西就會怎樣 勾住你 所以第15節說 未到黎明他就起來 把食物分級家中的人 接著將當作的功分派 什麼 分派婢女 這裏就是說 原來這個賢婦 他拿起一個領袖的責任 身為領袖的責任 因為當一個人身為領袖 你除了照顧自己 你可能照顧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一千倍 的責任 就好像我今天 我除了照顧自己 日常生活之外 我照顧你們 但是問題 你會看到 我照顧你們 即是說 我們教會二千人 我們教會二千人當中 你有沒有留意 在主日分享的信息 那個智慧是足以照顧二千人 不是照顧兩個人 不是照顧一對夫婦 是照顧二千人 那個智慧是足以照顧二千人 無論我們教的 關於走懶的智慧 關於我們各方面 科技的智慧 醫療的智慧 我們在講恩賜運作裡面 或者教會體制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智慧 不是一個小家的智慧 不是家 是一個群體的智慧 是一個很宏大的智慧 但是問題 如果我們不是在生命當中 拿起我們自己的責任的話 身為領袖的責任 或者身為一家之主的責任 我們不會建立這個智慧 所以你就明白 神為何建立人類社會的時候 會建立了家庭 然後會建立賓主的關係 又會建立君主的關係 就是這樣解針 三言第31章第15節 未到黎明他就起來 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 將當作的公分派疲累 神在漫空 隨命月引牽古道 險出全創造可為 醉一味全能榮耀創毀 其功全能智慧無共 為我獻心恩浩大激草 星空每夜再訴說 曆代傳達波頌 神似於思慮 望心恩重 何大好人教我憑慮 你錯我衝出奴隆 為我帶質顧 讓我安藏愛中 即夜裡星空 善語遠重 傳情是大愛 心恩廣道萬眾 這諷刺夜高 星空 猶豫中珍負 力不再飆盛 靜山